怎么回事 几个小奥特曼居然被吊在半空中 救命啊 而且有个肌肉大黄狗看守着 下面还有一群僵尸在呢 想救小奥特曼们吗 那就来接受我们的挑战吧 老虎怪抓走了三个小奥特曼 塞罗尼带着杰德和泽塔去接受挑战 并把他们救出来 收到 奥王 小小的挑战难不倒我们的 第一个挑战的是杰德奥特曼 开局不错 他顺利开上了楼梯 可前面是一个90度的直角 看他怎么转过去 小心啊 杰德奥特曼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杰德就掉出了赛道 最后以失败告终 接下来是泽塔奥特曼来挑战 很好 泽塔也顺利通过第一个楼梯 小心 杰德就是在这里掉下去了 好的 接下来就要过这个独木桥了 哦 no 怎么撞上了 还好 没事 泽塔 小心啊 别掉下去了 好的 调整一下位置 继续 很好 接下来泽塔就要通过这些彩色小汽车 来到这两个转盘上 可这两个转盘转的可不慢啊 不知道泽塔奥特曼能不能顺利通过呢 很好 现在通过第一个转盘还有一个 太棒了 太棒了 好的 赛程已经过了一大半了 接下来 接下来泽塔要通过这些巨型酒瓶 看看它能不能成功呢 好的 继继续 不错 不错 完美落地 很快就到达终点了 加油啊 泽塔奥特曼 天啊 太可惜了 哎呀 泽塔 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接下来只好赛罗上场挑战 这里要小心 要调整位置 很好 安全通过 接下来要上独木桥了 好的 很顺利 再调整一下位置 继续 现在通过第一个转盘 好的 过了 小心 赛罗 很好 第二个转盘也顺利通过 好的 赛罗 这里要慢点 你是最后的希望了 假如你掉下去 本次的解决任务就失败了 很好 挑战继续 这里是泽塔失败的地方 赛罗全靠你了 加油 太棒了 现在赛罗奥特曼只要通过这个蓝色的网状隧道 到达前面的平台 这样就成功通过挑战 好的 安全来到隧道 终点就在前面了 太棒了 赛罗挑战成功了 快跑啊 赛罗奥特曼要来了 你们几个没事吧 我来救你们了 太好了 谢谢你 赛罗奥特曼叔叔 赛罗奥特曼叔叔